大家好,我是Jacksy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个19世纪时的大骗局 这是我有史以来听过最狠的骗局了 有个英国人为了行骗 硬生生的制造了一个国家 这个国家的名字叫波亚斯共和国 事情要从19世纪开始说起 当时的大英帝国可谓是春风拂面满面红光 先是把和他抢海上生意的荷兰马车夫打得鼻青脸肿 然后又把法国最能打的拿破仑拉下了神坛 在此之后,英国可谓是在欧洲混得风生水起 从军事方面来看,基本已经找不到对手了 于是这哥们的日子也是越过越好 那是让人非常羡慕 一百多年前就享受着全球贸易带来的红利 什么北美的玉米,南美的雪茄,清朝的茶叶,印度的散咖 都是人家英国贵族餐桌上的食物 当然,英国人的收入也是一路水涨船高 大家手里的闲钱也是越来越多 于是很多耐不住寂寞的韭菜们就整天琢磨着 怎么用手里的钱去生钱呢 这个需求无疑是给很多万恶的资本家们磕碎中来了个枕头 他们看那些韭菜,长得都有三四层楼 那么高了,再不动一动镰刀 实在对不起我万恶的资本家这个称号啊 于是,19世纪的英国就出现了五花八门,眼花缭乱,千变万化 层出不穷的投资机会 就比如当时最流行的就是投资新兴国家的政府 其中最值守可乐的要属俄罗斯,普鲁士,丹麦 怎么投资他们呢? 咱们深入前出一下 有句话叫,要想富,先修路 这句话拿到欧洲也不例外 当时,这些国家都要开始搞建设 自然也就非常缺钱 他们想着,那就发债呗 说通俗点就是向其他的国家借钱 大英帝国一看,你政府担保利率又那么高 咱们能不借吗?必须借呀 当时的英国也不怕这些国家不还 甚至还希望你不还,你要是敢不还 我无敌舰队就开到你家门口了 到时候,咱们一旦撕破脸 可就是零元大抢购了 只要能看到的,那我一定能抢 自然,投资这些新兴的国家还是比较稳健的 当然除了稳健的投资以外 有没有一些比较激进的呢? 那就是投资挖矿 要知道当时的英国 版图可是普遍世界各地 什么南非的金矿,澳大利亚的银矿 印度的宝石,都是一本万利的买卖呀 你看,你给我点钱 我们一起雇用一个摸金效尾 哦不,是一个挖矿公司 如果挖到了矿,全部归你 要是挖不到,你付点挖坑费就好 就是这种十倍收益的买卖 你做不做,做不做 要知道人家当时挖的那可是真金白银啊 不是什么比特币 所以这个项目也深受韭菜们 哦不,投资者们的青睐 但是这些几倍,十倍的项目 很多投资者们还是不放在眼里的 因为在那个时代 西班牙帝国正面临着疯疯瓦解 它的海外殖民地 像什么墨西哥,阿根廷,巴西 都开始纷纷闹独立 很多投机倒把的资本家们 看中了这个混乱的时代 就开始大肆地收购 拉美国家矿山农场 当时收的价格就是白菜价 而且等这些资产到手以后 资本家们又把这些产品包装一下 什么卖豪材,送农场,买别墅,送矿山 一到手,就净赚几十倍的收益 当这些人的故事被传送英国后 大批的韭菜,我们眼睛就开始发光了 他们都觉得拉丁美洲 这才是真正的财富之都 什么几倍,十倍的收益 简直弱爆了 我拉丁美洲就是一个新世界 缺纳投资,天空才是尽头 总而言之 这些类似成功学的故事 很快就把英国的老百姓们给拨幼 瘸了 大家一直看好 拉美各个新兴国家 并纷纷开始自掏腰包 要买他们的未来 这种行为 在当时有一个专业名词 叫拉美乐观主义 就是在这种环境下 更高段位的玩家出现了 他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 史上最强力之王 遍界天花板 梦想一日游 团故事移民策划大师 格雷格尔 麦格雷格尔 想知道这位仁兄的传奇故事 请留守我下一个视频 喜欢我视频的话 记得按赞订阅和分享哦 谢谢大家